请问,狗屎运这一词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话说呀,从前有一个村庄,里面住着一户姓张的穷人 一家三口,老两口和一个儿子 由于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这儿子都二十好几了,还没娶上媳妇 这老两口经常为这事犯愁啊 这不,又到年底了,故事开始了 话说这老张家大年三十,连个对子和门绳他都买不起啊 就买了四个响炮 大年夜啊,也稀里糊涂的吃了个简单的年夜饭就算了 这不,老张啊,又开始怨气横横的对他老伴和儿子说 咱家是年年赢财神,年年也没发财 怕是这财神也嫌咱们家穷啊 今年,咱们家干脆就不赢财神了 咱们反着走,赢穷神去看看 看咱到底还能穷成啥样子 到了半夜啊,这全村是鞭炮齐名 各家各户挑着灯笼,出了大门就往东走 说今年啊,财神打东边来 这走出一段路之后啊,如果你觉得赢着财神了 就往地上抓上一把 抓到啥,那就试啥 财神也给的东西拿回家,那准能发财 再来看这老张头和他的儿子啊 今年是偏偏挑着灯笼,就往西走了去 按照习俗吧 这老张头呢,也在地上抓了一把 这一抓不打紧啊,好家伙,抓到了一手热乎乎 黏乎乎,一闻臭气熏天的东西 这老张头打灯一看 哎呦我去,狗屎 这滋味啊,简直酸爽 把这老张头恶心的都要吐了 这老张啊,当时心头就咯噔一下 就寻思着吧 得了,得了,我们回去吧 正当他喊着话的时候 还正好就被这赢财神回来的财主高原外给听见了 这高原外眼瞅着这个老张啊 往地上是抓了一把,就喊得了,得了 然后呢,别人俩就大不留心的往家走 这心想啊,这老张一定是得了啥宝贝了 过了三十晚上,初一一大早 这高原外就亲自来到了这个老张家给他拜年 还给他家带来了不少的礼物 这老张当时心里就有点牛独自叫街,蒙门了呀 他都活了这大半辈子了 压根还没人给他拜过年呢 更别说这是大财主了 话说这高原外呀,说了几句拜年的话 就开始拐歪而抹角的套问了 老张头啊,昨个赢财神,你得了个啥呀 这老张头一听,这气不打一处来呀 直拍手,说啥也没得着,得了抛狗屎 这高原外一听,那自然就不信 死皮赖脸的就一直盘问着 这老张呢,翻来覆去就这么一句话 狗屎,狗屎 这高原外以为,得嘞,打听不出来了 气呼呼的,不高兴的就走了 可是啊,他还是不死心呢 前前后后是派了好几拨人去打听 到了,也没打听出啥玩意儿 这老张头他越是不说,这高原外是越觉得 他肯定是得了啥宝贝 不然的话呢,也不会口风这么紧呢 话说这高原外呀,八成是鬼迷心窍了 就认为这老张是一定捡了大宝贝 这想来想去也没啥招了 最后啊,一咬牙一跺脚,就这么定了 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老张头的儿子 他就寻思着呀,成为一家人了 你总不能不告诉我了吧 说不定啊,我还能跟着他大发一笔行财呢 就这么地 高原外找来了媒婆,到张家去说媒 这老张一听啊,这一唱的是哪出啊 盲回觉说,这大过年的 你可别拿我这穷人开拴啊 我们家这穷的叮当响 哪儿取得起这土财住的千金大小姐 这媒婆一听,没戏 就回去啊,到高家禀报去了 这高原外一听,又托媒婆去说 张家若是答应了这门亲事 不用张家出一分钱 成亲之后,张家的吃穿用度 我们高家全给他报了 好家伙,这老张头一听,乐疯了呀 这天底下还有这好事 赶紧的就给答应了 正月一过,高原外的女儿啊 就敲锣大鼓的给嫁到了张家了 成亲之后吧 这高小姐呢,就没事拐弯抹角的问丈夫了 诶,这三十晚上,公公她得了个啥呀 老张的儿子有点懵了 就回答说,啥也没得 高小姐一听就生气了 那咱都两口子了 你家事还能瞒着我吗 不管这老张儿子是咋解释 高小姐她就是不信呢 啥也没问出来 没办法回去跟爹爹交代呀 就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生气 这有一天呢,在烧火做饭的时候啊 这高小姐又想起这茬了 就拿起那烧火的棍子 气横横的就敲打着这个灶炕 这一敲不打紧,她冷不丁的突然发现 诶,这灶炕底下好像是空的耶 搬开石板一看,下面呀,有一个坛子 她伸手去搬这个坛子 可是这坛子实在是太沉了 她根本搬不动 这高小姐只好伸手往这坛子里去摸 哎呦我去,这一摸竟摸了个元宝出来 这高小姐乐坏了呀 寻思着 哼,怪不得我爹说我嫁过来不会受穷的 这老公公还真得了宝贝呀 哼,你们这样子耍信眼不告诉我 这回我知道了吧 哦,赶忙啊,把这个石板给盖好了 到了晚上,高小姐又问丈夫 哎,这三十晚上,公公她得了个啥呀 这丈夫一听呢,不耐烦了 都说多少遍了,没得没得,咋还问呢 高小姐一听就急眼了呀 就大声嚷嚷 我都知道了,你还瞒着我 这话正好就被屋外路过的这个老张头给听见了 她立刻就接花茬了 儿媳啊,你要是知道啥,你就拿出来吧 这高小姐一听啊,都这会儿了 老公公还不说实话 就麻溜的下炕啊 从这个灶炕底下取出了那坛金子 这老张一看,眼都绿了呀 他压根就不知道 自个儿家底下还有一坛金子 从那以后啊 这张家可是过上了好日子 后来全村的人都知道 老张头接穷神 抓了一泡狗屎,迎来了好日子 大家伙都笑哈哈的夸 这狗屎运走得好啊 至此,这走狗屎运呢 也就成为了交好运的说法 至今给流传了下来 Born for EDM